今天介绍什么呢 又是菠萝 不是 台湾叫凤梨 记住 这种叫做芒果凤梨 所以今天介绍是芒果凤梨 不是吃芒果 这款是什么呢 这款是 台湾的农民叔叔 经过24年的努力去培植出来的 因为有时 吃金钻凤梨 会有失收 或者会有酸的情况 但这个芒果凤梨 这款芒果凤梨品种 非常高 稳定的品种 甜度高到18点多度 酸度一度都没有 所以就比较 好漂亮 菠萝 记住 凤梨 是没有眼心的 菠萝才有 所以通常我们这样开已经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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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個別的眼深 有個別的比較深省少 通常現在開菠蘿都會用這個方法開的 不用太浪費肉 好 完成 先看看 你吃不吃嗎? 不吃 為什麼不吃? 因為不吃 因為不喜歡吃菠蘿嗎? 不,我喜歡吃 你也不吃嗎? 因為不想吃 先試試 好吃 好甜 正常大家 這條菜未不吃 有少少粗 但仍然不錯 好甜 好甜 嗯 好吃 零酸度 零酸度 真的零酸度 對嗎? 很棒 對 而且 它不需要全黃 黃黃露露已經好甜 當然全黃再甜 真的好甜 大家也可以 用筷子 用保鮮紙包著 雪著 應該當作鳳梨雪條吃 很棒 真的很棒 嗯 對 有少許淡淡的芒果味 對 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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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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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炒雞 好嗎? 好 我們留下滿夜菠蘿 明天開鑊 炒我們這隻 小粗 雞仔 明天大家再留意的影片 明天鎮如一刀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介紹這個燜鍋 燜鍋 富美 好